第四百三十四集 黄府尘搁下茶杯,笑道 非也,我在这里等半天了,都没见到警号 屈王,你来的也不是时候啊 难道他们从受力场出来后,不是直接回了警王府 是回来了,不过听万总管说他们吵起来了 今天在狩猎场发生了不愉快的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没什么 江子徐听后挑了挑眉,鼻尖轻动,他已经闻到了药味 不过什么都没有说,找了个位子坐下 大有跟黄府尘一起等的打算 直到喝完两盏茶,墨景后才一脸阴郁地出现在厅里 黄府尘朝他头去一眼,手上的伤被掩饰得很好,想必他又遭罪了 这样折腾下去,到他们大喜那天,他的伤都难遇了 叶影是不容小觑的对手,墨景后想找出与他有关联之人 可是到目前为止,众皇子和大臣都没人知道他受伤这事 亦或是知道,却装作不知情 究竟谁能操控叶影这样的人 徐王,不知你今日前来找本王有何事 墨景后走过去,白袍一甩,坐在了大厅首座上 江子徐沉默了半上,突然笑道 我以为景王也开口低句话,会先关心云指的情况 墨景后保存解敏,冷声回答 他的事与本王无关,本王为何要关心他 黄府尘在一旁俯额,果然是他惯有的腔调 可这话在江子徐听来怎么会舒服 徐王,你别介意,他肯定是因今日之事影响了心情 不过,应该是误会吧 与云指公主有婚约的是六皇子 你怎么会让景浩关心他呢 你觉得这话合适 江子徐并没有脑,脸上的表情很平静 他缓缓地喝了口茶,才再一次抬头 你们宣摩王朝的规矩太多 我只知道云指在他手里受伤 难道他就不该关心云指的伤势 我也不跟你拐弯抹角 景王爷,狩猎场是你们皇家御用的 可云指却在里面遭遇刺客袭击,甚至中了魅毒 这事已经对他的声誉造成了影响 我想你们应该要负起责任 哦,你觉得要怎么负责 墨景浩嘴角危险 他倒是想听听做贼的如何喊抓贼 暗中彻查死事 揪出主谋,还云指一个公道 我想景王爷肯定能做到 枪子渠一字一句地说完 大厅里陷入了沉默中 谁也没再接话 墨景浩观察了他许久 把玩着桌上的茶杯提醒道 既然你人都在这儿 说真有心 不如打开天窗说亮话 我只能说你这种想法是错的 这是有劳景王爷了 保重,告辞 枪子渠笑了笑 朝他一抱拳,起身告辞 直到他出了景王府的大门 楼玄影才探着脑袋从厅外进来 看到坐在厅里喝茶沉思不语的 墨景浩和黄辅尘 满脑子都是疑问 你们这是什么表情 枪子渠那家伙 刚才对你们说了什么话 墨景浩刚从景宣院过来不久 这么短的时间就把枪子渠给打发走了 黄辅尘手中的折扇敲击在桌面上 摇头叹息 唉,真假难辨哪 来,你不是说自己聪明吗 分析下,枪子渠所说究竟是真是假 他把枪子渠刚才的话复述了一遍 楼玄影听了之后却露出讽效 墨景浩,你觉得他这话可心度高吗 我不考虑这事 揪出幕后之人 但凡参与的 主谋也好,共犯也罢 我会通通回敬他们 楼玄影黑黑一笑 果然是他的行事作风 枪子渠如意算盘打得可敬 他是心高气傲的人 肯定不要沦为别人的棋子 可他肯定有弱点 被那幕后之人揪住 所以才被迫成为一枚棋子 而他,想摆脱这种局面 于是又来跟我们说了这么一番话 却什么有用信息都没提过 将来要是我们败了 他也没出卖那人 说我们胜了 他可以说是被要挟的 他这番话 让黄府城豁然开朗 拳头一下子砸在桌子上 原来最卑鄙的人竟然是他 当然了 聪明的不齐人 是不会给棋子有反咬他的机会的 可能他确实提供不了任何信息 总之 他是想通过刚才的话 拉拢我们 我的想法和墨景浩一样 但凡参与的 一个都不放过 哼 楼玄影冷笑一声 开玩笑 江云只对他动了杀念 若他不是有护身的异能 今天早就死无全尸了 在他躲过劫难后 才来跟他们说他们是受控的 当他是傻子不成 大婚将近 楼玄影的日子过得很忙碌 凤官侠配送过来 给他试过了 皇上还指派了老嬷嬷 给他培训宫廷礼仪 太子妃礼仪 婚嫁礼仪 老嬷嬷没有故意为难他 但这么多东西学下来 他每天累得跟条狗似的 好在这几天都没有发生什么大事 可他总觉得 这一切不过是暴风雨前的宁静 煎熬数日 终于迎来了他与墨景浩的大婚 他热泪盈眶 不为别的 只因他终于解脱了 大婚前夕 楼玄影被送到雍兰宫 墨景浩被勒令 禁止在迎亲之前与他见面 他倒偷了个清闲 雍兰宫偏西 与东宫跨越了大半个皇宫 成了他们迎亲的宫殿 皇上吩咐了一众宫女嬷嬷伺候他 屋里堆满了珠宝首饰 他看了一眼 在宫女嬷嬷惨的目光中 爬上了床 倒头大睡 第二天 天还未亮 睡梦中的楼玄影 就被宫女摇醒了 太子妃 您醒醒 奴婢们 要替你梳妆打扮了 耳边是数名宫女 焦急的呼唤 纵使他再想睡 也没那宫里 醒是醒了 他却赖皮地躺在床上 不愿意起来 太子妃 再不起来 一会儿就该耽误拜堂的及时了 终于 他放弃抵抗 不情不愿地坐了起来 可眼睛却没有睁开 这几天 他睡得比狗晚 起得比鸡早 昨晚好不容易能早睡 可今儿个竟然天没亮 就被叫起来了 谁家七早八早拜堂的 穿个假衣 梳妆打扮 要花那么长时间 更何况 盖头盖着 打扮的丑与美 有何差别 早知道成亲是这么累的事 他就将就点 跟墨景浩凑合过就好 还不用担心 有心人 趁此机会作乱 我再看